看见这个脚划没 它呢是内丝外漏水了 它呢 这管子是十多年前的 然后因为材料不怎么好 里面内丝爆了 本来呢 我想把它内丝换哈 就是把里面的内丝直接用链链机把它 呃 轮掉 然后再换一个内丝进去 但是呢 换下它的财 内丝外不行 然后十多年了 所以说我决定把它脚划下掉 然后把它内丝外 呃 重新换新的 内丝外已经拿来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脚划先下掉 我已经让黄针到厨房就放水去了 因为它管道比较长 里面存的水比较多 好了 水已经小了 我们把内丝 我们把脚划下掉 然后再把脚划剪掉 然后再把脚划剪掉 看下没 以前的全是铸铁的 所以说我们在以后买材料的时候 一定要买铜的 你看它站着呢 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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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这个脚划也还可以用 我们就把它缠到镇胶带 把它以前的旧银铁带拿掉 然后一边用手把它捏 捏住 这个手放这里 然后直接缠 好了 这个生银铁带比较厚 是加厚型的 我们只需要缠十多钻 缠好之后把它久几钻 好了 看下没 前面一定要留一扣 前面必须缠少 不然送到时候 看下没 这类似的已经混化了 我们把管子往外变一点 然后就可以把它拔下去 刚才到管子没折平 所以我们把它折平 然后再看 现在管子里面还有水 我们把它做东西斩一下 我现在斩估计没有用 我现在到厨房去把它吹一下 好了 管道里已经没有水了 我在那边帮它吹了一下 然后把四周盏干 把它够择了 嗯 它够择了 它这呢 接上内丝的话到时候脚滑就短了 所以说我把它 待会儿去拿一个直接把它接高一点 不然的话脚滑就得接 刚才肥鸭找了一根带直接的管子 然后我们把它剪断一点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融接这个旧管子 这旧管子我们融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以前的材质和现在的材质不同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融接这个管子 看看它什么情况 如果它管子质量好的话 它就会融到慢 如果质量不行的话 就会一下子进去 现在我们开始融 已经融进去了 它的管子质量还行 和我们现在的管子 融接速度基本上保持一致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 开始融内吃完 融好之后我们等一会儿 等它凉了之后我们再上脚滑 好了可以上了 好了脚滑已经上好了 我们把软管黏上看看 再入开水试一下 好了水已经开了 现在我们检查一下它是否还漏水 OK 不漏水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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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